5月28日 张子怡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儿女的近照 并配文 孩子们的童年只有一次 不像自己拍电影可以反复重来 所以日常生活中 她都是尽可能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每一时刻 陪伴小家伙们度过每一个平凡的小日子 文末 张子怡还暖心写道 528中国宝宝日 用心记录孩子的成长故事 让孩子的成长充满仪式感 真是太有爱了 画面中 张子怡戴着黑色遮阳帽 打扮十分居家 她半蹲在地上 看着身前的儿女种菜 虽然只露出了侧脸 但仍然温柔又动人 邢宝与弟弟也罕见现身 十分呆萌可爱 张子怡虽然是享誉国际的大明星 但在家里 她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妻子和妈妈 在教导和陪伴孩子上 张子怡完全就是合格的辣妈 哪怕工作再忙 她也从不疏忽 而你们的成长 是公认的好妈妈 这次和孩子们种菜 张子怡也表现得十分有耐心 最后 也祝张子怡与汪峰永远恩爱 也希望他们一家永远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